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開始介紹這個二次函數 以及二次函數圖形的平移 平移了之後到底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今天我要畫出y等於x平方的圖形 那當然我們還是得把點找出來 一開始先來認識這個函數的圖形 應該長什麼樣子 首先你x就是取點 x取0的時候 然後呢 y是0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然後-1的平方也是1 -2的平方也是4 多取幾個 3的平方是9 -3的平方也是9 諸如此類的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把這個線給畫出來了 那就是有沒有很像那個烹飪節目 前一秒說我們要加熱5分鐘 後一秒就熟了 那 所以就是我們把這個線畫出來 如果你畫得夠密的話 如果你只取幾個點 當然你連線可能會連直的啦 老師就會跟你說不要連直的 如果你取得夠密的話 你自然而然會連出就是有 看起來好像有弧度的線 比如說你可以再取這個0.5 它會過0.5 然後0.25 1.5和1.25 2.5和6.25 這樣子 你都把它取出來 你的線就會畫得比較 就是有 感覺有弧度 那這樣子的線我們稱為 拋物線 如果你去畫y等於x平方的話 你的拋物線的頂點呢 就是最下面這個點 應該會落在 這個圓點這邊 就我們剛一開始取得點00 然後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函數本身的特性 你x增加1 跟減少1所取得的y會一樣 加2-2取得的y會一樣 加0.5-0.5取得的y也會一樣 因為0.5平方和-0.5的平方 都是0.25 對不對 所以說它會有左右對稱 所以一開始就是 我們認識一下這個圖形 它是一個對稱的 軸對稱的圖形 它的對稱對稱軸會是通過頂點的這一條牽直線 那因為你是y等於x平方 所以你的頂點剛好是落在原點 這樣子 OK 接著呢 我們要把剛才這條線向右移三單位 那向右移三單位 以畫圖來說沒什麼嘛 就是把我每個點都往外移三單位嘛 換句話說它現在會過的是 這個30和41 還有這個21 就是-1也加3嘛 然後54 和這個04 14 14 然後69和09 所以圖形呢 畫起來是 就是把這個圖形向右移三單位啊 就是把這個圖形向右移三單位啊 那重點不在於去畫這個圖啦 這沒什麼嘛 就是說你把每個點都向右移三單位啊 重點就是說那這樣子這個圖形會變什麼 那根據我們前面兩集的學習 你可以知道說 整個圖形向右移三單位代表等號要成立 的話 同一個Y我需要用的X比原本多3 那這是因為在函數裡面呢 他就已經在我的X給他之後 他就已經先扣三了 你就會得到這樣子這條函數 可以嗎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展開啊 X-3的平方就是 X平方-6X加9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 這一題 這個畫出Y等於X-3的平方 那你就會發現你要取的點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是 3 3 0 4 1 5 4 6 9 1 然後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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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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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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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这样子 会变成这样子 可以吗 那么他现在要你画这个 y等于x加2平方减1 那你们可以自己画画看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这个图画出来呢 就会相当于是 y等于x平方的图 去做移动 做怎么样的移动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1 移到等号的左边 那么这个式子就会变成是 y加1 会等于x加2的平方 那这个y加1是图形向下移 一栏位 x加2是图形向左移两单位 所以本来的图形 本来的图形 是这个 就是本来是过圆点嘛 对吧 那个我所谓的本来是指 y等于x平方是这个 对不对 那如果我左移两单位在下移一单位 那就会变成这样子 他整个左移两单位之后 跑到这边来 跑到这边来 再往下移 变成这一条 可以吗 对称一点 ok 那这个就是 你如果去画的话 你去找点 你会找到这个 因为他x加2 之后再平方 所以你会找到 负2 1 和这个 负1 0 然后3 负3 0 然后0 3 然后这个 负4 3 对这样子的点 然后你就可以画出这一条 那透过刚才的画图 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所以一个二次函数呢 如果你的平方的系数是1 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个名字叫领导系数 你会发现我的 展开来的时候 x平方系数都是1 如果你平方的系数是1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 y等于x平方这里开始 对不对 然后开始去平移它 就会产生其他的二次函数的图形 那这二次函数呢 也有一个在影响它造型的 这个系数 那个系数就是它的领导系数 这个 当我写成 y等于 ax x平方加bx加c 就是我们 一开始看到的那种二次 我们以前在学解一元二次方乘4 对不对 2x平方加3x 减5对于0 这样 这种写法 我们会称为一般式 那这个a 这个a 就是最高次的系数a 或者是我们刚才的这种 把它整理成 x-b的平方 然后再加c 前面x-b平方也会乘上一个a 那这样子的a 就是 你把这个展开来 你就会发现 这个a其实就是x平方那一项的系数 那这个x平方向那一项的系数呢 我们称为 就是它是最高次的 所以我们称为领导系数 这个词不用记 这个最高次的系数呢 会影响它的开口大小 所以我们在这里 做几个图来观察它 首先呢 y-x平方 如果你做出来的话 它的图形会长这样 接着下面这个是 这个负号印的有点小 他是 负的 x平方加2 那如果你去做这个图形的话 它会变成是 这样 然后你如果是做y等于x平方加2的话 这个图形会是这样 ok 好 那你大致上会发现喔 这个图形其实跟这个图形长一样 它只是它往上移 两单位 往上移两单位的话 x用x-2带进去移过来这边加2 这个绿色的线跟黄色的线会长一样 那其实蓝色的线呢 它跟绿色的线和红色的线 你也可以说它长一样 但是它就是往下 整个图形往下 那好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观察到 如果你这两个一样的话 诶 这个没有夹 如果你 如果你前面x平方向系数一样的话 它的图形就会一样 那如果你多了一个负号图形 就会往下翻 我们再多看几个 因为画在一起很吵 所以画到另外一张 如果我今天要观察这个 y等于2x平方 我们先把刚才的那一个 画上去 就说如果这个是y等于x平方 蓝色的 那你去找点 y等于x平方过00 过11 过24 过39 那y等于2x平方呢 他也过00 然后他过12 1平方乘2 然后他过28 然后他过38 然后他过38 你会发现这个图 就是整个开口 会往内收 你的开口原本是 这样子的 那么你如果乘两倍之后 你的开口就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今天你乘的是 不是像这个是2x平方-5 那虽然他减了5 可是他一样乘两倍 你就会发现他的开口 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往下移动5单位而已 这样子 然后如果今天要画的是2分之1x平方 那你去找点哦 2分之1x平方的话 x是0的时候 y还是0 但是x是1的时候 y只有2分之1 所以比较矮 原本这个蓝蓝的点是11 所以你2分之1比他矮 然后x是2的时候 y只有2而已 所以他过的是 他不是过24 他是过22 然后过34.5 所以他整个图形会 开口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他我们以 概率的图来看 他会长这样 他的图会打开 比较打开 对不对 那如果是乘3倍 就会更靠近 如果y等于3x 他会过点00和113和22 你看他2就飙到12了 他会更 开口会更窄 如果你这个早点去去描的话 那所以说透过这几个做图呢 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y等于ax平方加bx加c 或者说y等于a括号 x-b的平方加c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写 那个0导系数 也就是x平方的系数 会决定这个图形的开口 只要这个a的部分是一样的 开口造型 就会一样 那a的这个部分不一样 开口造型就会不一样 那基本上绝对值a越大 开口造型越小 如果a大于0 开口就向上 那小于0的话 就向下 可以吗 所以 a也会影响这个图形的造型 就有点像 那个直线图形的斜率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 就是再介绍一次 之前介绍到的平移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不做图了 我们直接来看 平移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图形 原本 角度原本有一条 这个直线方程式 是叫做3x加4y等于6 这样子 那我们刚原本的教法是说 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 x用 x-2带进去 y用y加3带进去 这样等于6 那在更之前 如果大家还有记得的话 我们在国一下 教这个线性函数图形的时候 就有讲到说 平移的话代表斜率不变 所以斜率的不变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原本这一条图形 长这样子 我只要在上面取一个点 那因为我只要写率不变 所以这个 x的系数 跟y的系数的比 不会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取了一个点呢 我就移这个点就好了 所以说 我在这上面先取了一个点 能够让 这个3x加4y等于6 成立的点 20 x等于2y等于0 这样子它会成立 接着我按照题目的意思 把这一点向右移2单位 向下移3单位 取得这一点叫做4-3 那因为我刚才说啊 平移的时候 斜率不会变 斜率不会变 所以这个 x跟y系数比 不会变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原本的这条方程式 设成 3x加4y等于k 然后我们把4-3带进去 就会有这条新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 我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之前教的这个方法 透过对斜率的认识 斜率是由那个 x y系数算出来的吧 那透过对斜率的认识 我们知道说平移的话 斜率不会变 所以系数的这个比例不会变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把系数超过 因为反正常数会变化 所以就算它这里同成两倍 或同除两倍也没有差 因为最后会改变这个常数 那所以说我把这条式子 设做3x加4y等于k 再去寻找一个点 看新的这条式子 到底会过哪一个点 那这个找法就是把 原本这个式子的某个点 按照题目的意思移动 取得新的点带进去 这样求k 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在前两集介绍的 把x用x-2y用y加3带进去 这样可以吗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解决图形的平移 但是这个是一次函数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来面对二次函数的情况 我们刚才已经教了 同样的我们前两集的教法 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这个图形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的话 x用x-2y用y加3带进去 那我可以得到新的 新的图形的那个函数方程式 那这是我们刚才新教的方式 那如果我想 我想要按照原本这种方法 就是说 如果平移的话 那我一样去取某一个点 然后移动 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带进去 那我也可以带吗 这种也是可以做的方法吗 那我们在这里就说就是 你会发现不行 为什么呢 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这个y等于2x-1 向右移两单位向下移三单位 那我已经知道领导系数是2了 所以我已经知道他长这个样子 就是比这个 y等于x平方还要更紧一点 那这样子的图形呢 原本我知道过27 我自己找一个点 发现2带进去 y是7 然后他不是要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吗 所以我把27移动到变44 那也就是说 我知道新的这个图形 是长这个样子 而且会通过44的那个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把44带进去 可是因为你还有两个位置数啊 你只有一个点带进来 你解不出b跟c 以现实来说就是 原本这个点 是27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图 你的原本的 图形是这一条 然后他过点27 他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 就是在这里 27这点会跑来44这里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真的这么想 就是说 那我a固定 然后我用44带进去 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跟他同一个造型 然后过44的 好多 对不对 就是 这个是我期望的 黑色 深黑色是我真正 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四单位 我应该要找到这条 深黑色 但是你会发现 跟他同一个造型 然后过44的 二次函数图形 很多 所以就是说明说 我们在直线的平移的时候 我可以固定斜率 然后找一个点 按照题目的意思 平移完之后 把这个点带进去 你就会找到二次函数 你就会找到 线性函数 可是在这里呢 在我们学二次函数的时候 没有办法 只靠一个点 和领导系数 没有办法锁定住 你要的那个二次函数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你一次函数有 AX平方 BX加C 你有三个位置数 那你锁定了A 你又给我一个点 也就是你会有一条方程式 已经带点进去的 有B跟C 当位置数的方程式 但是你有两个位置数 这一条是不够 如果今天你已经知道两点 你刚才那个方程式 就可以联力结出来 你就可以取得这个图形 如果你已经知道两点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麻烦了 我们就要知道两点 所以实际上 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很少这样做 可以 但是很少这样做 我们实际上 特别的在意的是 它的某一个点 二次函数图形 我刚刚讲 你有领导系数 跟 我随便挑一点 平移 是没有用的 可是如果你挑的那一点 是一个特殊的点 它就具有特殊的效果 那个点就是 一个二次函数里面 最独一无二的点 就是它的顶点 这个二次函数的顶点是2-2 它就意味着 其实这个2-2就意味着 它当初是从00 也就是y等于2x平方 因为它的领导系数是2 它是从y等于2x平方 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 所以我这个是2-3 它这里寫错了 所以它是由 向右移两单位 向下移三单位 取得的 所以这个点 就具有特殊性 因为它是对称的点 它是顶点 透过顶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 有顶点 和有领导系数 就可以直接列试 我如果已经知道 顶点是0-0 顶点被移动到2-2 那它就是这一条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给我 它有某个点 那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靠某个点 跟领导系数列试 但是如果你给我的是顶点 那我就可以把它列出来 因为顶点它具有对称性 它同时 左边走到这里也是这个点 右边走到这里也是这个点 在图形上是这样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顶点本身揭露了 它当初是怎么从 那个y等于ax平方移动过来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式子 y等于a括号 我们把顶点的坐标 特别额外取代号 我们用hk来称呼它 如果顶点是hk的话 那么这条式子就是 y等于a括号 x-h平方加k 那它就会是一个 这个二次函数的标准的写法 因为这样它就揭露了顶点的所在的位置 也就告诉你它当初是怎么从 y等于a x平方移动过来的 然后它的图形会是轴对称的嘛 对称轴会是过顶点的那条线 那么在这一集呢 就是先带大家认识这个 顶点在二次函数图形上的意义 然后了解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顶点 因为如果是某个点 它是没有办法靠一个点 跟这个领导系数就画出图形的 但是顶点的话就可以 好那我们在这一集 这个稍微提到了说 如果写成 y等于 ah a x-h 的平方加k 称为标准式 那我们在下一集 就会介绍这个标准式 要怎么取得 那我们这两课上到这里